我刚才 笑啥啦 单身人都好笑是不是 笑啥 其实我刚才 怎么了 没动 好 我是没动 我刚才台湾的时候 我有发现就是 台湾人也会起始诞生 因为台湾的温泉很有名 对不对 然后我那时候是冻天 我刚才台湾 刚才台湾 所以我也想试试看 然后我就跑去北投温泉 然后那时候是我一个人去 因为不是有单独汤吗 然后我说 我一个人去OK吧 但是我去了之后 老板说 不能一个人进去 因为怕我晕倒 怕你晕倒 对 他晕倒了谁知道 但他不可以 尤其是老人家 那就不是骑士啦 尤其是老人家 因为泡温泉真的可能晕倒 这个跟那个MOTEL一样 差不多类似 因为韩国人都是一个人 去泡温泉都OK的 因为你看起来身体就 很脊弱 没有 我家哥是有点胖胖的 不是 你刚刚要泡个人 你看柯隆自己进去泡 他一定不怕他晕倒 OK的 OK的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想了 我真的想去泡温泉 所以我找了一个朋友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男朋友 男生朋友 哦 对啊 对啊 男生朋友 男生朋友 不是男朋友 男生朋友一起去 你想告诉我们什么 没有 还是先是听闻 先听闻 男生朋友一起去泡温泉 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尴尬 因为那个老板给我的汤是单独汤 然后那个汤是很小的 然后我跟那个男生朋友 进去我 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我觉得很尴尬 就 产生了一段感情 对 看着看着感情就来了 就抱在一起了 没有 就是我们是男生朋友 不要误会大家 啊 那我的跟 我的状况跟他 还有你们的不太一样 是我有时候没事 就是可能放 就是放松 有空间 可能去看电影吧 然后 我在排队的时候 有一些人在我的后面 然后就看着我 就是这个老外 然后听到 他说 老外很奇怪 为什么他一个人要去看电影 然后我就回头 在说什么 莫名其妙 你知道吗 你就把你二头肌给他们看 对啊 这样是 最好 但是他 就是我觉得很不舒服 你知道吗 你自己也不知道我的情况 你还敢说 你知道吗 然后我到柜台 那柜台也是怎么看我 那是怪怪的 就是为什么你要一个人过来看 就是有问题吗 那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然后我就说 OK OK 好 然后他们是跟我说 双分 就是双人的那个 套票 套餐 比较便宜 你要不要买 因为有包米花 也有 有烤褲 我就说 Come on 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人可以看吗 为什么我要买 两个人的票 我知道你的肌肉很需要那个影响 我是要的 对啊 对啊 哥仁哥你误会了 因为现在双人套餐 是真的比较便宜 然后他可以寄套餐 可以吗 可以寄 可以寄套餐 真的哦 这你问我就知道 因为我很常自己去看电影 那照实的话 我应该可以亲那个 那个大熊 陪着我看电影吧 那个熊 那个熊陪你看 对啊 我就可以帮他亲 你要跑到这么凄凉吗 要 而且你又挡到后面所有人 不是 其实柯隆讲这个 我很能体会 你也常常一根看电影 对啊 我前一天去看那个 侏罗纪公园新的 我去买票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要看那个 7点10分的 一张 他要低头吗 是 一张啊 哦好 一张 然后他就开始弄票 弄弄弄 还没弄完 今天你要双人套餐吗 双人套餐不要低 是不是很傻眼 我一张 还要吗 感觉差在这里吗 是不是很傻眼 我已经告诉你 我一个人 一张 然后他 你要双人套餐吗 哇 那个旁边那个 那个椅子 他组长就说 你要推销一些餐点 他也没办法 他上次这样推的时候 我也是跟你一样反应 我就想说 我就买一张票 你到底怎样啦 然后他就可能看到 我表情有那个 他说可以记可以记 下次你可以再用 他好贴心哦 然后我就觉得 原来是这样 他是真的有在推这个 觉得比较便宜 你要看状况推吧 你总不能跑到人家商家去 你们家神要不然买棺材啊 白痴啊你 买双份有比较便宜 爬上口上撒眼 我遇到的就是老人的压力 他们如果他们知道 你是单身的话 他们不断地不断地问 就是我家附近的那个游泳池 在白天的时候 都是老人 所以我自己去的时候 都是看到很多老人 是有一次 我是准备回家的时候 说换衣服 所以我就在那个换衣服的那边 他是不小心 我的东西在椅子上 我就是拿走 就是跟他说 哦对不起 一听到我会讲中文 他们全部就过来我的这里 他们都是裸体的 就是拿着 我坐这边换衣服 因为这换衣服是老人家 都是裸体的 所以我做的 他们都站的 所以 跟我的这里 都是 都是他们的东西 我有看 他们就开始 很快就说到 你是单身吗 你有没有女朋友 我说没有女朋友 哦 老王你过来一下 听了这个一下 这15个 15个都是跟我说 你为什么男生 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这样 然后都没有穿裤子 没有 裤子 袜子 衬衫都没有穿 全部都是裸体 我不知道他们是他们的小俱乐部 但是他们是那个 裸体小俱乐部 对他们是问我 他们是问我 那个有没有结婚的 我说有没有 那个不是单身 没有女朋友 没有结婚 他们说 我有一个女儿 她很漂亮 我给我你的联络方式 什么的 他们全部都是说 哎 你的是有男朋友 我可以用我的好不好 我有一个之女 她很漂亮什么 然后我要走的时候 他们说 哎 你回来 我回来 我要问你啊 你薪水是多少 一直一直问我这样的问题 真的 他们觉得 他们是要帮你介绍 因为我过三十岁 所以他们觉得三十岁之后 还单身 觉得奇怪 所以他们要给的压力 压力 所以不然会 看过岳父的裸体也很怪 对啊 不会啊 你们跟岳父一起去泡过温泉 没有 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各国有没有遇到什么样 骑士单身的事情 我们今天有做了一个自白 哦 漂亮哦 好 等一下 在英国 如何骑士单身呢 那就是 每年上班多150个小时 对 这也太可怜了吧 这个是 就是 在英国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你没有那个 要拉缘 那个结婚后的拉缘 那个请假 你没有 生小孩的 离开 OK 你没有生小孩的那个时间 育婴假 你没有 那个小孩生病的时候 带他去医院 你没有跟他老师 见面会 那个 你没有 母姐会 对 你没有准备你的婚礼 什么这样的事情 都是单身都没有 所以我朋友 他是英国的上班族 他就是每个礼拜 几个小时都要加班 但是 结婚的 已经结婚的 不用 因为他都是要帮他们代班 就是 哦 因为他的 他的儿子有足球比赛 所以他要早三点下班 你要帮他多做一些工作 你到七点八点 但是没有加钱 没有加 没有加 因为一般的上班族 因为你没有请假的名目嘛 好惨哦 如果是实性的话 可以加钱 但是一般的上班族 他们就是 你在这边到责任都负好了 那有没有人真的因为 想少上这150个小时去结婚 没有 因为是最近人才发现的 因为人就觉得 哦 我自己是因为他们结婚了 才那个做多加班 但是他们最近是在文章上 说哦 在一般来说 在英国的 他们加班150个小时 所以大家才发现 哦 不是我一个人 是大家都是有这个问题 是不公平 最近才发现被骗那么近 对对对对 没想到 在英国 如果你是当生 特别住在伦敦 很买买房子 因为我去年去伦敦 住朋友家 他的房子是租的 他是英国的北部 然后住在伦敦 应该已经是15年 所以我问他了 你这边住很久 为什么你到现在 没买房子 他说其实他想买 他去跟银行讲 因为他已经 他的薪水很不错 差不多4万块银盘 在英国这个算是 还可以的 然后他有一点存钱 所以 可是钱不够 因为 伦敦的房子很贵 所以他需要贷款 可是在当快 他们跟他说 你知道他们有这个的 叫 家庭收入 所以他说 你的家庭收入不够 因为最低 需要6万块银盘 所以如果是两个人 其实拿到6万块不难 可是一个人非常难 所以他跟我说 可能一辈子就没办法 日本职场升迁不忍无忍 对 真的 在日本呢 那个如果 超过30岁以下 还没结婚的话 就会影响到工作的那个 升迁 对 比如说那个 因为那个结婚 有家庭是代表 比较成熟 或者是比较能信任 是懂社会的感觉 所以如果像我的 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同事 是35岁 还没 还没那个结婚 他都没有 他都没有当那个部长啊 课长等等 然后 我觉得很奇怪 就问那个前辈 然后他 前辈就说 他都没有那个职位再高 是因为还没有结婚 对 就觉得他的个性 可能有问题 那个 眼底到那么高 都还没结婚 就代表 那个人可能是问题 就不能信任 我觉得日本这个真的很严重 因为我之前去日本找朋友玩 然后 因为他就在那边工作 所以他就带了他其他日本朋友 出来跟我一起吃饭 然后就介绍介绍 然后他们就说 问我 问我几岁啊什么的 我就说 30 然后 有没有结婚 未婚 他们就 全部都很惊讶 我想说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也还好吧 他们才跟我说 因为在日本 你到了一个年纪没有结婚 普遍大家都觉得 你就是有问题 你要吗 就是有精神病 或是生理上有疾病之类的 所以其实在日本 很多很多人是 为了那个职位再高 就没有结婚的话 就马上 那个为了工作 就随便找对象 对 他也那个 对那个自己是 还没有结婚 自己觉得没面子 所以他那个私下生活 拼命地找那个 结婚对象 然后参加那个联谊 联谊 对 之后他那个 找到一个女生 结婚 有家庭之后 马上跳到总公司了 对 差别这么大 对 不过说真的 重点是他结婚之后 个性真的变得很多 他的那个个性 比较温柔一点 对部下 那个如果部下失败 工作上失败 他很会体谅 所以这个词 其实是有道理的 还是有影响 大家好 你们订阅我们的YouTube了吗 想要看我们幽默帅气的模样 就赶快按下订阅键吧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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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